目前 美國50個州首次全部進入緊急狀態 而其他歐洲各國的疫情仍然嚴峻 下面來看全球疫情 美國的懷俄明州 週六獲得總統川普的批准 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導致美國歷史上首次出現50個州 全部處於緊急狀態 各州和地方政府能夠在疫情期間動用聯邦經費 截至美東時間4月12日早7點 全美確診數達到532,879例 2萬577人死亡 白宮負責協調防疫的伯克斯表示 美國疫情還未達到高峰 處於疫情中心的紐約州 確診病例達到181,144例 8,627人死亡 死亡率4.76% 而其中的重災區是紐約市 過去兩天 英國通報的死亡案例超過900例 累計死亡9,892例 確診79,874例 而疫情仍然嚴重的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 死亡人數都有所增加 西班牙衛生部表示 該國死於中共病毒的人數 從週六的近三週低點510人 升至週日的619人 打破了連續三天下跌的趨勢 衛生部在週日的一份聲明中說 該國的病毒死亡總數 從16,353人上升到16,972人 確診病例總數從161,852宗上升至166,019宗 而義大利警方在復活節長週末 實施嚴格的封程措施 截至週六 該國染疫死亡人數達到19,468人 法國週六死於中共病毒感染的人數 從前一天的13,197人增加到13,832人 當局表示 確診病例達到93,790宗 在過去24小時中增加了3,114宗 俄羅斯克里姆林宮週六表示 該國的整體染疫死亡人數上升到超過100人 同時確診病例增加 莫斯科醫院已不堪重負 俄羅斯迄今已報告了13,584個感染病例 當局表示 週六新增12例與病毒相關的死亡 死亡人數增加到106人 莫斯科和許多其他地區一直處於封鎖當中 已阻止病毒進一步傳播 在亞洲 印度總理莫迪週六已決定延長全國的封鎖期限 以應對病毒蔓延 但沒有說明延長多長時間 之前 為期21天的封鎖期限將於下週二結束 但幾個州的官員敦促莫迪進一步延長 儘管人們越來越擔心 封城將使數百萬窮人失業 迫使他們從城市返回家鄉 有進一步散播病毒的風險 截至週六 印度有8928宗確診病例 死亡320人 對於中共病毒的溯源 大紀元和新唐人週六首播獨家紀錄片揭開真相 英文大紀元調查記者喬舒華·菲利普 回顧了今年1月至4月初疫情的發展情況 集合資料和專家訪談剖析了表象背後的疑點 從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到P4病毒實驗室 從神秘的基因序列到相關科學論證和推測 再到中共的超限戰手法 這其中存在的關聯和秘密 菲利普強調 中共違反了國際衛生條例 造成疫情蔓延 大紀元將新冠病毒稱作中共病毒 影片呼籲美國和國際社會應當採取行動 調查真相 制裁中共 期待觀看紀錄片重播的觀眾 請留意新唐人和大紀元網站公布的播出時間 新唐人記者嚴峰、張琦綜合報導